广东人民是真的厉害 因为自己喜欢吃鸡 就把鸡研究出了这么多种吃法 大家好 这里是畅畅 今天我们在白石洲这边 我要带你们去吃一家 我认为全深圳最好吃的猪肚鸡 大事不妙啊 朋友们 当然拍了这么多人 现在7点多 快8点了 多少桌啊 5、6桌 哦 好 那还行 我们是A21 它现在叫的A17 增增等待了62分钟 7点30分到了这家店 这是晚上的8点02分 我坐下来了 满满的人 点了一个海带鸟 然后这个是顺德鱼皮角 它我们坐在等位的时候 你会一直听到他们在循环播放 他们只用一号土鸡 我就很好奇 平时我不怎么煮饭 我也不懂这一号土鸡什么意思 就度娘了一下啊 一号土鸡以传统土法养殖 养殖周期约180天 还有发展历程呢 这个获得荣誉就有意思了啊 广东名鸡 广东省十大名牌产品 哇 这个煮好了 煎盛一碗汤 喝了一下 我打了一下隔 这个汤我真的通常要先喝两碗 那种辣辣鲜鲜的感觉 这真的就是特别暖味 然后那种辣而不燥的感觉 两碗胡椒汤下肚 搞点猪肚尝一尝 一定要裹上多多的香菜 好好吃 真的特别的爽脆 广东人民是真的厉害 因为自己喜欢吃鸡 就把鸡研究出了这么多种吃饭 白切鸡 葱油鸡 尺油鸡 烧鸡 烤鸡 猪肚鸡 叶子鸡 还有什么鸡 一时间居然想不出来了 点的包仔饭也来啦 点了一份辣味 包仔饭 通常我胃口好的时候 其实我会再加多一份猪肚的 今天我中午吃的太顶了 晚上我们就吃正常份量好了 海带鸟先煮一点 这个煮得看 几秒钟就可以吃了 顺德鱼皮嚼 这个我没有吃过 看起来是不是跟云吞很像 很精英剔透的感觉 你们看它这个皮 真的已经成半透明状 真的特别特别的薄 那肉馅看得就很清楚 那口感是很有嚼劲 那种鲜嫩爽滑的口感 这一家我一年应该会来个两三次吧 对我来说算多了其实 这是我心目中深圳最好吃的猪肚鸡 而且他们现在目前只有深圳有店 外地的朋友来深圳想吃猪肚鸡 蛮推荐这一家的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